很少有人提及加持良智这个男女通知的浪子 也有着比真四还要悲惨的童年 加持后来的一切行为都和他的童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加持良智到底爱不爱美理呢 这个胶囊内藏着什么秘密呢 他为什么要一直鼓励真四呢 最后杀掉加持良智的人又是谁呢 本期我们来聊聊男女通知加持良智上 就像开场说的 所有一切的问题都要从加持良智的童年说起 和动漫中对他的绅士只字未提 那加持的绅士我们该从哪里知道呢 漫画43卷询问中详细提到了加持的绅士 时间倒回到2001年 由于第二次冲击加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世界各处濒临崩溃 没有住的地方 食物也极度紧缺 很多国家和城市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欺应和流浪儿童 而加持良智就是其中的一员 父母双翁的他需要带着四岁的弟弟到处讨生活 这期间加持良智和其他的流浪儿组成了一个团体 算是加持和他四岁的弟弟 这个小团体一共六个人 他们靠着掏军事基地的肉罐头 以及遗弃的垃圾生活 为了掩人耳目 所以每次去偷肉罐头只能派一个人去 而在轮到加持去偷罐头时 却被早有怀疑的军人们捉住 在严刑拷打和生命威胁下 年少时懦弱的加持妥协了 他供出了小团体的居住地 军人们留下一个看着加持 其他人合枪实弹地奔往了加持所说的那个位置 加持趁着守卫抱怨走神时 用罐头袭击了他的头 然后飞奔逃了出去 等回到房间后 朋友们早已被枪打得不成人形 一个活儿都没有 包括他四岁的弟弟 从那次以后 加持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中 他无数次想过要自杀 可最终还是改变了想法 如果没有第二次冲击 他的弟弟又怎么会死呢 所以从那时以后 加持立志一定要查出第二次冲击的真相 他认为这些真相是对弟弟唯一的补偿 而后加持被亲亲受养 甚至考上大学 也就在那个时候 他认识了梅里 他一生中真正爱过的女人 相似悲惨的经历和互相需要的原因 两个人很快就相爱了 而且过得非常幸福 这里就不得不再赞叹一下加持的身体 确实可以让猛男落泪 少女富强 整整七天 真是钢铁抑制钢铁汉 但是慢慢的加持发现 他沉浸在幸福中过了头 突然有一天他害怕了起来 他害死了弟弟 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所以他选择了和梅里和平分手 在几经周折后 加入了那个神秘的组织Z脸 而在加入Z脸后加持的身份 慢慢变成了全剧中最复杂的一个 由于Z脸对定元堂的不信任 加持成为了Z脸派往Nuff的间谍 表面上是为了护送亚当来到第三新东京市 实际上则是Z脸希望靠着加持坚持定元堂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加持实际上是只属于定元堂的 Nuff特殊监察部成员 定元堂靠着加持的身份 利用他套取Z脸的资源和情报 同时他又是日本内务部调查局 就安插在Z脸和Nuff中的间谍 也就是说加持其实是个三重间谍 每个人都想利用加持为自己套取情报 而加持他并不傻 他加入这些组织的目的 是为了调查第二次冲击的真相 以及Z脸和定元堂他们真正的目的 你看我在第一层 所以想到了第二层 其实我在第五层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 加持良知这个人物注定活不长 而纵观整个Eva 加持一直是真似的引导者之一 他鼓励真似去战斗 他让真似知道了生命的脆弱 他也让真似了解到了责任的重要 如果不是加持可能在第19话的时候 世界就会迎来第三次冲击 那加持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为何会这么在意一个14岁的问题少年呢 这就要重新回到加持的那个童年了 14岁的加持和14岁的真似极为相像 同样是孤儿 同样的懦弱 太多的相似 让这个中年男人把太多的感情 都转移到了真似身上 他不希望真似人生和他有同样的悲剧 还是漫画《死了三卷询问》中 真似因为傀儡系统杀死了冬志 而选择不再加持Eva 注意漫画这里的剧情和动画中不同 但我认为更加饱满 首先在漫画中 冬志是直接被杀 加持呢 也不再只是简单的 一边交西哥一边和真似探讨人生 而是将真似带到了一个地下仓库中 告诉了真似他悲惨童年 以及他成为间谍的原因 跟着他告诉真似 我 梅里和真似你 都是不被允许过上幸福人生的人 因为他们都是以朋友或亲人生命为代价 才活下来的 加持是弟弟和朋友 梅里是父亲 而真似是冬志 真似急于否认这是父亲的原因 杀掉冬志的不是我 可加持却告诉他 如果你在傀儡系统操纵前 就保持战役并击败使徒的话 说不定冬志还有旧 可你却没那么做 现在的你 我 还有梅里 一样 我们都不能若无其事 心安理得的活下去 跟着就是和TV版中差不多的台词 他告诉真似 如果使徒和亚当接触 就会引发第三次冲击 继而所有人都会消失 注意加持虽然去过中央教条 但他并不知道 那个插着朗基努斯之枪的巨人是莉莉斯 换句话说 加持将莉莉斯当成了亚当 他告诉真似 能阻止第三次冲击的 只有和使徒具有相同力量的EVA 所以驾驶EVA 保护人类 不要让悲剧再次发生 就是你赎罪的唯一途径 也是你对冬志的唯一补偿 然后才会有真似飞奔到NURF总部 坚定的说出 我是EVA初号机驾驶员 定真似 跟着疯了一样对利天使攻击 在有电的情况下 仅凭一人之力就压制了最强拒绝型使徒 利天使 我毫不怀疑就算电量充足 真似依然可以击败利天使 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的战斗 他叙事已久 他像发狂的野兽一样 不顾一切的扑到利天使身上 肆意的释放着他的怒火和悲伤 这份是连冬志一起 就像加持把仇恨对象 换成了第二次冲击一样 此时的真似已将自己的悔恨 全部转移到使徒身上 不尽的怒火 早已让真似将生命和疼痛置之度外 被圈养的野兽 向敌人露出那自以为早已溃化了的牙齿 我咬死你 这是真似最像男人的一场战斗 以至于定元堂都要一直注视着真似 即使仙童的液体湿透了他半边身体 他也不想挪开他的视线 不管是出于惊讶 还是在思考 至少此时的定元堂 无比相信真似 不过由于漫画和TV版改动较大 两个版本中真似的愤怒点也不同 动画中是由于看到了 二号级残破的躯体和凌波力的自爆 再加上加持象征性的引导 真似才会愤怒的 但主要的引发点还是在明儿香和凌波力身上 但漫画中不同 在漫画中由于真似被加持带到了地下仓库 所以他并不知道上面战斗的情况 也要说真似的愤怒主要源于对冬至的懊悔 加上加持的引导 也要说在漫画中加持是真似的第一引导人 我个人也是更倾向于漫画的剧情 因为TV版中严重削弱了加持的存在感 本来这段应该是非常凸显加持个人魅力的剧情 是引导真似战斗的剧情 但到了TV版中 两个人的对话显得像个软绵绵的过渡 完全没有漫画中那种引爆炸药的感觉 顺便多说一句 加持对明儿香的情感可能有点过于忽略的 如果他对明儿香能有对真似一半的交心或者引导 可能明儿香也不会崩溃了 所以明儿香是真的惨 真是舅舅不腾老了歪 而加持到底爱不爱美理呢 那个胶囊内又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最后杀掉加持的人又是谁呢 下棋 艾瓦人物传之 加持良知 下葛城 我把一切都压在你身上了 最后白手 你骂实在是紧门敌意啊 就在今天